这个黑袋子我总觉得好像是在做一个什么交易似的 今天是星期一 然后今天也是公众假日 今天是马丁路德日 我们那个表演课是停课的 这周日去拍了个晚会 然后租了一个摄像机 那因为要现场连到那个大屏幕嘛 所以我的相机是不行的 要用这个 然后现在去return 我们同学约好在那个咖啡厅 那今天我要还这个摄像机 刚好也是在那边方向 所以我还完之后的话 估计我会去跟同学们去在咖啡厅互动一下 今天聊一下在美国租器材 摄影器材 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之前做producer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DP去处理这些事情 然后我的话就没有去真正的去操作过 有帮他们还过东西 但是没有去租过东西 这一次的话拍这个晚会 我就自己去租了一下 而且现在是疫情期间 所以租的过程也特别有疫情的味道 就是说你不用基本上跟人接触 就是你到了之后打电话给他 然后他把门打开 你开到里面 他就把东西拿出来 就全部你就不用下车就搞定了 我不知道这个 但当然一些大的rental house 肯定还是有柜台 你可以到前面 因为你租的东西可能也多 那我这个是通过那个 sharegrade.com这个网站平台租的 那它是比较经济实惠了 买保险也比较方便 就可以通过平台来买保险 不用买好保险去rental house 去拿东西 就租些简单的个人拍一些东西 或者说一些小项目 拍点东西的话还是很好的 我租的这台摄像机的话是周六去取的 然后周一去还 等一个周末的话 周末是算一天 95块 然后加上税 没有税好像 加上那个保险乱七八糟的 就一百七十几块 对 一百七十多块钱 那还挺好的嘛 对吧 你不可能你自己背了那么多器材 什么样的器材你都有 你总会有的时候 你缺什么镜头 缺什么东西 那你就去租就好了 就还挺便宜的 然后时间上也很充裕 并不是租一天算一天 是吧 然后你租一周的话 也是算两天的 其实就还挺实惠的 然后也很方便 很快 然后交接的话都很方便 大家就是有一个信任的基础吧 大家都有个信用的体系 比如说我的ID 我的这些都有一定的保障嘛 你不会乱来 而且像我拿的时候 他要copy我的ID 然后拍我的车牌 然后我拿东西 我直接他把包给我 我都不用去特别检查 当然你检查一下也不会耽误什么嘛 基本上都不会有问题 就是你租的时候 那个list上面有什么东西 他包里面就放好了什么东西 然后你还的时候 我估计也会比较简单 待会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发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是假日 所以的话不塞车 我现在才出发 从这到那个都已经快到Cove City了 那边的话才4分钟 这一个黑带子 我总觉得好像是在做一个什么交易似的 就你想象一下美剧 一些电影里面就做一些其他的交易 我觉得通过rental house 你就是什么东西放在那儿 然后有人去满符合这种感觉的 我感觉 算 Bentley 到了 到了 这在起 这就 OK 刚刚跟他打电话 他说直接放在这个车上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走了 嘿 是不是讲话 好 拿去吧 好 拿着他 拿着他 好 这东西就还完了 现在是9点45 我现在去那个咖啡厅 然后刚好就10点钟左右 所以Let's go 刚刚在还摄像机的时候 我突然看一下邮箱 一看 哦 看到了一个callback 一个email 就是上周 上周大概1月1号前 我感觉是 参加了一个audition 一个纽约的 NYU的audition 然后 当时是刚刚 上了课之后第一次应用 应用在这个audition上面 所以感觉还不错 但是隔了好久 大概两个多礼拜 一直没有消息 所以我就基本上觉得没戏了 没想到今天看到了callback的email 所以我非常开心 到时候我继续努力 希望能拿到这个角色 这样我可以去纽约拍片 第一次哦 我们今天是到了这儿 我们今天是约在这个咖啡厅 应该是前面 我下去看一下 他们改了地点 他们把地点又改到学校去了 所以现在我又往学校跑 这条街特别漂亮 特意过来看一看 再重新拍一下 刚才我过的时候 有看到 特别漂亮 oh nice 这个就很像那个 北家有个地方 然后还有就是阿甘正传里面 Gum Forest Gum Forest 那个里面 也有一个场景很像这样的 就是两边的路 两边的树林特别茂盛 又绕回了学校这边 看 非常不下雨 原来就是因为下雨 所以说在咖啡厅前 看看到吗 看看到 诶 耶 有点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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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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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是在咖啡厅见嘛 跑到咖啡厅没有人 然后后来说改了地址等了很久 然后才告诉我 回复我说还是回到学校的停车场 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我就回去了 结果我们是三个人 Eric还有那个Sylvia 跟上回一样三个人 然后我们聊了挺多的 然后做了一下练习 主要是在聊天聊大家 因为我们几个都是岁数差不多 我们三位都是属于是差不多年纪 所以聊了一些婚姻的话题 然后包括关于婚姻的一些电影 挺有意思 还有就是Eric他自己也是 喜欢这种太极啊 那个佛教啊这些文化 然后也在以前就是有练武术的 然后就聊了蛮多这些方面的问题 那那个Sylvia的话 他是个画家 然后他是第一次来上这个表演课 同时也是开始尝试表演 那他也是从艺术方面 就好多东西是相通的 音乐啊表演啊 绘画啊这些其实都是相通的嘛 所以就也聊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个课 Maisner 其实他就是一个非常应用 其实可以非常广泛的一个技巧 或者说是一个technic一个技术 具体的差不多吧 就是这个意思 总体来说还是讲到这个Maisner的一个精髓 就是活在这个 就是你要活在这个 就是你要在这个当下 你要不要去想太多 就是去真实的去反应 去感受去听去反应 我觉得这是他的精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